这真是出自婉萍的手笔 若非婉娘娘先把这诗集给儿臣看了 也不知她竟有此诚心 前底旧人所剩不多 婉娘娘真是有心之人 这婉萍啊 确实有心 萧嫌皇后崩世多年 虽然长春宫依旧保持着她暂时的旧貌 但何该多些人知道 孝贤皇后的勤俭自重 以及温柔恭顺的德行 她离世那么多年了 终究是朕对不住的 皇阿玛对儿娘情深义重 儿臣都记在心里 儿臣想 既然婉娘娘已经把诗集整理成册 何不超应于后宫 让嫔妃们多加袭毒 再过几日是儿娘的继承 也正好用得上 好 好 这件事情你和永齐一块去办 不只是后宫 王宫女眷也该多多知道孝贤皇后的美德 是 臣妾 恭迎皇上 先这里 恢复啊 不只是 因此 你和永齐一块去办 是 你和小宫抢 臣妾平日里 没什么能为皇上分担的 这都是臣妾应该做的 怎么 不请朕进去坐坐 皇上快请进屋里歇息吧 好 请姐姐安 坐吧 姐姐这是在做什么 永济啊 换了新的师傅 学得辛苦 所以我找些艾草 给她做一个新的枕头 可以睡得踏实些 还要这样 仔细一片一片地查过 掐了枯枝 去了腐坏 姐姐真是一片慈母心 这几日 姐姐很少出门 可知近日宫里新鲜事 什么新鲜事 这几日事情 居然一直是婉嫔 婉嫔入宫数十年 从未像现在这般得宠过 很好啊 从前里熬到现在 婉嫔也是不易 婉嫔是不易 可是其中却也有别的缘故 什么缘故 姐姐你看 这是 这里头都是皇上这几年 悼念孝贤皇后的诗文 由婉嫔整理抄录的 集结成册 可是 这不像婉嫔的字迹 婉嫔亲手抄录的 在长春宫跟养心殿各封了一本 现在姐姐手里拿着的 是皇上让永齐还有何敬公主 督办抄印 奋发后宫的 除了后宫之外 王宫女眷手里 几乎人人一侧 孝贤皇后继承将至 婉嫔此举 确实追怀孝贤皇后的好法子 也可以安慰皇上思念 孝贤皇后之心 皇上自然是圣心大悦 才有了婉嫔近日来的风光 可是因为这本册子 如今宫中追怀孝贤皇后乘风 宫人们 事事都拿姐姐跟孝贤皇后 做香蕉 说 姐姐不如孝贤皇后 岂必心情终不及 九书就见九乡头 皇上都这般写了 宫里的人 如何不会这般说呢 姐姐 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永齐说 这本诗册 是婉嫔直接交给何敬公主 由何敬公主再献与皇上的 可是何敬公主生性高傲 她少与数母来往 又怎么会跟婉嫔走近呢 何敬公主眷念深母 一向不惜我当即侯 如今有人如此追怀孝贤皇后 她自然是高兴的 但是婉嫔从来就安分胆小 但是婉嫔从来就安分胆小 就算自己抄录了诗册 也未必敢送到何敬公主面前啊 何况 这本诗册会令姐姐难堪 婉嫔也不是不知晓 我觉得这不像婉嫔的脾气 倒像是有人利用婉嫔 长久不得宠在生事 难道是令妃 奴婢前几日看到婉嫔和令妃 一起出入长春宫的 令妃 这倒像是令妃的心性 自从令妃救了庆佑世子之后 就与何敬公主亲近 会不会 是令妃在婉嫔 还有何敬公主当中穿针引线 娘娘 若真这般 那咱们也不能不提防了 海岚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若是真的 我自会小心 至于婉嫔 我也会找机会去问个清楚 姐姐 其实这些人说什么做什么 都不要紧 最要紧的是皇上心里头怎么想姐姐 这些人不过就是利用 皇上跟姐姐最近关系冷了 才钻了空子 姐姐 你要不要去跟皇上说个清楚 姐姐 我入宫时 孝贤皇后早已崩室 孝贤皇后真的如皇上诗文中所言 是难得的贤良女子吗 大约是吧 反正我也没见过 总听说她贤惠 节俭 皇上念念不忘 如今的皇后 可不比孝贤皇后勤俭自持 仁爱慧相 是 是 若无孝贤皇后将令妃从花房送进了启祥宫当柴 她怎会机缘巧合侍奉皇上成为今日仲贫之首呢 若无孝贤皇后贤德之风 对皇上不出一言违逆 皇上怎会深情难忘呢 庆平说话头头是道 若不是孝贤皇后早早崩室 哪里就轮到当今皇后呢 便是轮到她 也不是因为她才德如何出众 只是在前邸中熬出来的资历罢 庆平好见识 那就请把这些话去仰心殿跟皇上说吧 这话还用我说 当咱们皇上心里不明白了 否则怎会有如今这般的情势呢 皇上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竟敢在这儿红口白舌的瞎说话 瞎说 皇上这都有半年没大理皇后了吧 玉石里又写得这么明白 当咱们都是傻子吗 当咱们都是傻子吗 皇阿玛后宫里的这些货子 一个个彼薄无聊 闲论长短 这会儿子这些话 她说得不错